臺海的情勢還是大家很緊張 全世界都緊張好像 只有臺灣不緊張 臺灣無所謂 沒關係 因為飛機來 第一次還緊張 蔡英文還去頒獎給那個飛行員 第二次也就沒了 那現在天天來也就習以為常了 美國印太司令Devinson警告 說中國恐怕在六年內攻打臺灣 他講的是十年 快了花六年 所以他要協助臺灣的漢光演習 提升臺灣的防禦力量 那他們的預算也從去年的 每年二十二億美金提到四十六億美金 現在more than double 因為覺得這個地方很危險 到底有多危險 當然這個 勞共很快就回應了 勞共現在態度也改變了 以前勞共還沾沾自行 你看人家說我很強 他現在馬上說沒有沒有沒有 他說是他為了爭取國防預算 為了爭取他的預算 所以故意這樣講 那因為大陸以前自己講自己多強 二零三年要幹嘛 結果現在西方圍堵他以後 他現在稍微改變 我記得前陣子也有一次 人家講說大陸多快 就會追上美國 老公馬上講沒有這個事情 沒有這個事情 跟以前態度稍有不同 普通你怎麼看 我覺得他們感受到 這個氛圍的改變 所以你看這個英國的艦艇 也來法國 德國 法國 德國都來了 英國的這個伊特莎白號 跟日本聯合軍演 那更重要的我是看 這個在二月份 這個Gallop 美國的Gallop跟這個Pew 民調 兩個都做民調 裡面其實我覺得他們看 他們也會覺得 怎麼會有史以來 美國人對於中共的反感 這麼高 這麼高 以前沒有這麼高 以前天安門的時候 原來天安門之前 大概是七十幾趴 天安門之後就跳到三十幾趴 但是這兩個月做 這兩個加民調 二月做 又回到 掉到二十趴 然後裡面很多訊息 反感的到了七八十趴了 我看 到七十九趴 那蘇俄法比較低一點 這個俄羅斯比較低一點 是七十七十七趴 俄羅斯現在弱了 他只比北韓跟伊朗好一點點 倒數第三對 可是裡面其他民調的題目 有一些是有一些警訊的 譬如說 我們大家都覺得說 讓學生 這個中國大陸的學生 去大陸讀書 這個事情 大家不會反對 現在是反對的超過五十五趴 去美國讀書 對 就是然後贊成才四十幾趴 然後還有一種就是說 我們是為了跟大陸 這個維持這個經濟關係 是不是就要必談 這個所謂的人權問題 通通都是比說 這個不要必談 應該是人權優先 通通都是五十幾趴 超過五成以上 然後還講到就是說 那我們跟他們打交道的時候 將來是不是立場要強硬 六成以上都認為說 應該要強硬 不是為了只是要加強經貿關係 我覺得他們也會感受到 這個氛圍的不一樣 所以 大陸真的會感受嗎 我覺得你們在美國 他們的外交人員到底怎樣 水準啊 還有了不了解民主 民主國家運作的制度 跟國會議員打交道 跟媒體打交道的態度 他們真的懂嗎 我在的時候 他們的駐美 還是崔天凱的時候 那我覺得崔天凱 就剛開始真的沒有像他們後來 現在這個所謂的 他們大陸很不喜歡人家講 他戰狼外交 但他不喜歡講 是你給人的感受是這個樣子 就你講話開始很狂妄 尤其是除了美國以外的 這些地區的外交人員 有時候給當地的這個地主國 都覺得很很不舒服 那我覺得他們最近動作比較 收音的是因為你看 因為在這個四方會談 不是這個拜登跟這個菅義偉 還有他們兩邊的這個 所謂的我們國務卿 國防部長 雙方的兩邊的都一起參加 接下來他們講說 就是要跟中國會談 好像在阿拉斯加 就要跟這個 好了 他們為什麼緊張 先仔細看 仔細看的話 在這個他們一再強調 美國人講說 我們是尊重這個中美三公報 就跟美中三公報 一個法案 一個法案是他們不喜歡的 然後六個保證 這是美國人的說法 但是三公報裡面 從這個所謂的少海公報 建交公報 到這個八一七公報這裡面 他們只是個公報 在法律上沒有法律的地位的 只有臺灣關係法有法律的地位 他只是每一個政府 其實他是有權力可以推翻的 所以他們每一屆新患政府 都要從這個政府取得保證 我們會遵守這些 那一中原則跟這個中國是 什麼唯一的合法政府 這個是他們最注重的這個兩點 然後臺灣的問題是保持 怎麼樣一個這個現有的 這個現狀跟態度 就是說以往一路傳承下來 有沒有改變 都需要得新政府的這個口頭保證 私下的保證 可是美國到現在拜登政府 沒有給他保證 因為拜登上來以後 大家都覺得說這個當年這個 這個所謂的川普政府 給他們留了很多框架 把他框住 其實仔細看 現在都變成拜登政府手裡的醜碼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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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對 你看像那個學生 學生這個禁止的求學的這個 到現在還沒有取消 都還沒有取消 所以我覺得他們現在覺得 要態度低調 因為他們急 拜登變不急 他說他搞他內政優先 因為我知道美國很多頂級的大學 這個錄取中國學生 已經大幅的減少了 少很多 不知道這會不會是 臺灣學生的機會 我不知道 應該是 應該是申請會比較 最早的時候 都給臺灣學生獎學金 後來就給大陸學生獎學金 就是臺灣你有錢 不給你獎學金 所以他這個留學 留學生政策 也有他的政治的考量 來來來 這個張博士請教 老共真的有像 美國講那麼厲害嗎 六年 十年就要 甚至有的還說 兩年之內就最危險 臺灣就要被老共打了 真的那麼厲害嗎 我其實必須要 這個特別要提醒 這個所謂他講幾年 首先菲利普德維森 他能夠有的話 是在他在印太指揮部底下 有的情報資源 他是根據他情報的判斷 而情報檔案 他所能夠獲得的 相關的情報的資源 畢竟是沒有 就是美國整個情報總監 整個國家情報景氣那麼完整 第二 隨便去下任何一個年限 我必須很這個 就是不客氣地講 這個他並沒有任何一個魔法的 水晶球人可以預言六年的時間 所有美國 美國對於意外戰爭的發生 這個蘇聯的垮台 這個柏林圍牆的垮掉 伊拉克入侵這個科威特 沒有一個人在六年或者三年前 做出任何預估 他只是這個六年時間 是經過受益的資訊戰的一部分 因為他們預估習近平可能會再演一任 所以他們這個一加六 是根據我們現在的時程 然後到二十大之間還有一年 然後再加上五年的任期 六年假如說他有第三任 所以他設定這個六年的時間 至於剛才秘書長所講的 就是說這個民意裡頭啊 就是美國的民意 我認為這裡頭的參考價值 其實相當之低 因為我們可以從YouTube上面看到很多 美國人普遍人之中啊 對於這個世界到底長什麼樣 把台灣跟泰蘭搞不清楚 而且有很多對於這個世界觀的整個的認知 基本上來講的話很多其實是就是說 這裡頭做出了民調數字 假如是針對這個知識精英去做的 是一回事 假如是對普羅大眾做的 又是一回事 但是美國對外的外交政策 基本上是知識精英 智庫以及政府官員一路的主導 大部分的在中西部 哀得哄在那邊種馬鈴薯的農夫 根本就不care這兒 他真正的觀感 對於扭轉他真正美國對外的政策而言 其實是毫無關係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要特別再提醒這個 戴比森是從米蘇里來的 他馬上就要退伍了 他是這個在 就是比照美國海軍官校的話 比我高一個年半 而且他比我早幾年去念美國海軍戰略 那我認為他是就是說水面間的出身 按照他服務的經歷 他基本上是屬於算是講話 比較保守派的 那至於剛才秘書長講說是 以及您剛剛所提的說 美國增加的預算 我要特別提醒了 因為去年增加了一個項目 叫做印太戰略各組的預算 其實是在玩帳目的遊戲 他將很多寄存的這個計畫 然後故意把他移到這邊 來這個叫做 另外成立一個計畫 換言之也就是 是帳目的遊戲換當不光耀 印太戰區這麼大 以這麼大部隊 基本上來講 美國是幾千億的預算 說您剛剛講說是三幾億 到七十幾億 那是司令部的 對那是司令部 假如你按照真正來講的話 他其實是把寄存的遊戲 真正實際增加的大概四億美金左右 所以整體上來講的話 我們要看這個問題 其實要多看基本刊 掃聽消息面 因為這樣有時候傳來傳去 這些東西其實並不正確 好不好 他們說除了這個印太 他說要增加他的攻擊預算 那特別在關島要設置神盾的陸基反彈系統 然後要因應中國的飛彈威脅 不過當然因為老共 就是對台灣才能抱怨大陸 所以很多幾千顆飛彈對著台灣 大陸說我們不是對台灣 我們不是有我們的 那對誰呢 台灣 日本 韓國 關島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本來就是 所以他突然 我覺得好像現在才發覺說 因應來自中國的飛彈威脅 中國飛彈不是今天才擺那個地方 一直擺那個地方 那這個 這個Davidson又說 二零五零年的時候 中國就會取代美國領導世界 二零五年還有三十年 那你覺得會嗎 他是 我覺得他們是這個大陸很喜歡 這個他是社會主義國家 很多什麼五年計畫幾年 還有三個百年 計畫經濟 還有三個百年目標 一個是這個建黨一百年的 所以這個包括這個什麼 二零二一要成為這個小康社會 還有建軍一百年 還有這個建國一百年 建國一百年是到二零四 比較後 所以他 我覺得他們 先建黨再建軍再建國 對對 全部都在算 算到正好是 因為習近平講到說 他們預計是二零四九 這個完成變成一個 全世界一流的軍隊 這個建軍一百年 二零五零年要讓他們的軍隊 變成這個全世界 已經現代化一流的軍隊了 我覺得老共基本上 剛剛講的 他跟老美打交道 他也知道他的軍事預算 像前一陣人家批評 他軍事預算真多 他們馬上有新聞出來說 我們不到美國的四分之一 美國七千多億美金 大陸兩千多億美金 對 差不多三到四倍之間 因為有很多 你沒有辦法算 就是說中間 一百多億美金 所謂的軍事化的預算也在裡面 不只是軍事的預算也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 但是這個剛剛講到這個民調 最主要就是說 美國的國會 因為現在兩黨是共識 不但是對中國現在有興趣 對臺灣也有高度的興趣 你看到臺灣的話題 都引起很大的興趣 但是在一個民主政府裡面 政府官員還是用 民意是最好的後盾 他跟對方打交道的時候 他可以把他的民意拉出來 所以這個東西是 對於中共來講的時候 他必須要想辦法 在怎麼樣這個跟老美打交道 就是取得自己有利的時候 他不能夠再用以往這種很 很強悍的態度 強硬的態度 所以一定是外交是一個 雙方的這一種磨合 是 不 基本上這樣 就民調也許不是完全可信 但是他趨勢 我最愛看民調 我是看的趨勢 同樣做 同樣方法 對差不多 同樣的目標做 如果以前對他反感 沒有這麼這麼高 現在反感高了 他就要注意 我們選舉也是這樣 看趨勢 我看一個長期的趨勢怎麼樣 那另外然後你提到問題 就是說政府都是比較現實的 他要顧一下現實面 對 國會是比較價值取向的 國會不管了 就是說我 你能不能做到事情 政府是我不管 血迷 血迷的壓力 就國會道德性是比較高的 雖然個別國會議員 道德不見得高 但是整個國會 他會標榜價值 民主的價值 那以美國來講 看中國那個社會主義國家 再怎麼樣一黨專政 對不對 然後沒有定期選舉 他怎麼會喜歡他 他怎麼樣也不會喜歡他的 只是在現實上 他不得不跟他打交道 這是另外一個事情 那麼另外呢 對於這個Devinson說 大陸六年會入侵台灣 大陸外交部會講話了 大陸外交部說 你這是渲染中國軍事威脅 實際上美軍是為了自己增加軍費 擴張軍力 干涉本地區的事務 找尋藉口 來張博士你覺得 他這個講的有沒有道理 我認為這個是基本上來講是照念這一套金 但是我想這裡頭就是這個趙立堅沒有真正去看出來 就是說美國其實他今天就算想增加預算 以美國現在國力以及預算去掉波 還有舉賽上限 即使想找到財源來增加也很難 而且很多的軍事件案 像F35就搞得一團亂 而且這個濱海戰鬥艦也搞得一團亂 所以現在他這樣搞一團亂的原因是怎麼樣 法國哪一國買了又不買了什麼一堆這樣 不是現在英國現在要大幅減少到 那個就是可能只有剩下F35 F35可能只剩夠兩條船用 不是原來說多先進啊 這比F16好很多 我們買買不到到底怎麼回事 因為第一個就是你不能設計一個飛機去多工 他一下要取代六種飛機 第二他又有很多婆婆這個英國要這樣子調整 日本又有這個需求這樣弄 我們今天就講父子騎驢嘛 太多的婆婆你最後一定要炒這個菜 這邊說加點鹽那邊說加點醋 那邊說不行要早點燜一下 所以你最後炒出來 因為他研究經費跟各國要 目前大家都出了研究經費 對但是那個出的研究經費 他就是討厭就是說你出的錢 可能份量沒那麼多 但是要求意見很多 但是最後這裡頭造東西就是造東西 這是科學但是你假如說要配合政治上去討好 最後造出來就是一個怪東西 所以這個F35這個東西一開始就命運多船 但是也有很多人今天去要F36 也是充滿了各種政治意味 我假如講得非常不客氣 我們2017年7月的時候 我們當時的國防部部長馮世寬 他也當過漢翔董事長 你論坐飛機他不懂嗎 但是問題是他當時在立法院答句說 我們已經跟美國去提出要F35 當時國內已經一堆人跟他講F35 將來是個爛飛機 那你要問這個馮世寬 馮部長對不對 一百分的部長他用飛機 又揍過漢翔 他會不知道那是個爛飛機嗎 但是有很多時候為了政治 有時候真的是會扭曲人格 去講出一些你自己都不相信的話 其實這個我可以講一點 就是說我在美國駐代表 我碰到老米就要F35 你也要 你知道他不會給你 但是就是我講外交上是磨合 我開口想你要F35 你一直不給我 對不對 這我理由很正當 我需要能夠直接這個跑道會 他不行我賣給你這個 可以24很快修復跑套的 我們還是需要 你知道他不會賣你 但你還是要開口 意思就是說這樣他就 討價還價 討價還價好不好 賣你要價 等著他就你還錢 你需要再回來 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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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 傑純 傑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